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想算计我 没门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 明天上午十点都过来开会 你 你明天也来 龙胜公司总经理齐纳 召开员工紧急会议 和总经理齐纳 却携带数十万现金 匆匆出走 警方调查后了解到 事发当晚 齐纳和好朋友田桂云 在郊区见了面 而后 田桂云和弟弟 开着齐纳的车发 而齐纳本人 却不知取向 是他约我见的面 他说 心情很差 说身边的每个人都想害他 我劝了他一会儿 他就让我先走了 那你为什么又叫来你弟弟 把齐纳的车开回城 其实齐纳早下决心了 他昨晚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还说 把车留给我 算作纪念 你怎么拦着他 我拦得住吗 你看看他现在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亲戚逼他 男朋友骗他 你说恨他 副手呢 想的都是怎么坑他 田桂云阵阵有词 但问题在于 既然他早就知道齐纳失踪的真相 为什么没有向警方说明呢 难道 他也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他干啥事 我没拦住 我怕说出来会有麻烦 除了汽车 齐纳是不是把带来的那些钱 也留给你做了纪念 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按照田桂云的说法 齐纳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压力 而产生了最消极的念头 这也许有可能 但事发当晚 齐纳为什么随身携带几十万元的现金 在他人生的最后一页 这笔钱 有什么用呢 田桂云今天一早给这个账户 存了五十万元 根据我们调查 一年多的时间 田桂云陆续往这个账户 存了七百多万 田桂云不是心理咨询师吗 他哪来那么多钱 我们查过了 田桂云根本就没有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证 他的头衔是假冒的 马上查清楚 他存款的这个账户 是 队长 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田桂云 这个齐纳为了摆脱烦恼 而向他求助的女人 竟然是以欺骗的方式 获取信任的 他为什么要假冒心理咨询师 接近齐纳 他那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资金 是否与此有关 齐纳失踪 会不会是他精心设计的圈套呢 那张字条啊 肯定是田桂云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走的 当齐纳一出事啊 他就拿出来 给我栽造 可是他什么时候偷的呀 他老来齐纳公司 机会啊 有了事 对于案件的事实推论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田桂云 假冒心理咨询师 刻意接近心情烦闷的齐纳 并通过各种手段 掩取资金 为了消灭罪证 案发当晚 他将齐纳引诱至荒郊 伙同他的弟弟杀人命 最后 他又利用了 杨刚模仿齐纳所写的那张字条 企图瞒天过海 不不不 那张字条我从来没见过 齐纳不是我害的 这事 跟我弟弟一点关系也没有 千万别把他扯进来 提到弟弟 田桂云极为恐慌 难道真的有什么隐情 毕竟在现实中 骨肉至亲 往往成为某些人 实施恶行的犯罪国局 事实上最紧密的亲情 有时恰恰是最稳固的犯罪联盟 与本案相似 在广西的一对兄弟 就诠释了这条可悲的定律 二人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夏至这天 家住雷平真的农民 林云志 没有像往常一样 和家人一起在地里忙活 而是早早地回了家 整个下午 林云志一直待在家里休息 到晚上九点多 他就开上自家的五林牌汽车 出了门 九点多钟了 我还问他 现在你还要去哪里 他说去外面一下 然后他去来一天 我看到他没有回来 虽然丈夫一晚上没有回来 但是做妻子的最初 也并没有太着急 直到第二天 有警察突然来到家里 他才意识到出了问题 到中午八十点钟左右 我跟我那女儿上街 上街来了 他说去买那些书什么 来了 看到那些文案局 来到我们家里走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阵子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六点 在南宁市的一个收费站附近 广西警方 截停了一辆红色的马斯达轿车 在这辆轿车里 民警供搜出海洛因二百八十块 总计一百零三公斤 当时这辆车的司机就是凌云志 当时母民抓他以后 他死的心都有 反应最强烈的就是他 面对缉毒民警 当场搜出了大量毒品 林云志情绪非常激动 一度企图自杀 林云志这个人就是 你跟他讲话 他就是一根筋 反正你说什么 他就是那一句话 他还不跟你讲多 在惊恶愤怒反抗 种种激烈的行为之后 林云志的情绪渐渐平静 面对前来审讯的民警 他讲出了这批毒品的来历 他刚开始回来他讲 那个车是我偷的 我晚上出来 我看到那个路边有辆车 那个打着火 没有人 我就把他开走了 他说这些话 三岁小孩你都骗不了 明明在他车上 在他身上夹到毒品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谁的 虽然是人赃俱获 但是林云志 却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 承认偷车 至于车上为什么有毒品 他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可是林云志 怎么也没想到 不仅他的一举一动 早被警方掌握 另一个他试图 为之掩盖的人 也已落入法网 2013年6月22日早晨 林文宽在南宁市一家酒店的停车 被警方抓捕 警方找到了他所驾驶的零制牌越野车 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 林警搜出了大量现金 总计315万元 这是林文宽与办案人员的第一次谈话 面对办案民警抛出了各种证据 他始终不愿意正面回应 直到办案民警提到林云志的名字 林文宽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而在此之前 情绪一直十分抵触的林云志 也是在听到了林文宽名字的瞬间 开始表现出十分的绝望 林文宽兄弟俩因贩毒而被抓的消息 在当天传回了他们的老家雷霆镇后遗村 对于弟弟林文宽涉嫌贩毒 孙女人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但是对于哥哥林云志也涉嫌贩毒这件事 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难以置信 现在说是犯毒 刚说的时候说是那个老二以前 戏干什么我们不懂 但是说他那个大哥的 先生的人都没有人相信 亲友信誓旦旦证明林云志的人品 同案的弟弟也坚称哥哥是被自己利用 而林云志本人也是再三强调毫不知情 那么他真的像众人所说的那么无辜吗 看似无辜的他又是怎样卷进这宗贩毒案的呢 这一切都从他的弟弟林文宽 所涉及的一桩案件说起 林文宽绰号阿阳 1982年生人 家住雷霆镇后裔村 15岁时辍学去广东打工 四年之后回到广西老家 2011年 林文宽第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 这时他是一个热爱名牌 好赌诚信生活放纵的年轻人 赌一下出的很大 这书几十万也能不砸一下 晚上几乎都是在娱乐场里面 请朋友喝酒都是他买单 很好面子 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回家 家里没有老婆外面有情妇 而且不停地在换 没有正当职业却突然报复 说明林文宽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财路 生活放纵 灰金如土 则意味着他的钱财来得容易 并不担心会坐视山空 这显然都和毒品犯罪的特征相符合 在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发现他的贩毒的行为 准备直接证据 证据条件不很充分的情况下 你贸然地把人抓回来 你最终的话只能是打扫精神 直到2012年9月 一个举报信息再次将警方的侦察视线指向雷平镇 那是雷平镇 那时有人就举报说他朋友的老公 然后回去经常打他朋友 打他老婆 在外面就有情妇 要跟他闹离婚 说老公贩毒 这是一条非常模糊的举报信息 确切地说 只是一个绝望的主妇对朋友的私密倾诉 这个信息究竟可不可靠 谁也没有把握 当时就是一个花名 花名叫阿石 据举报那个人说的话 他投资有那个KTV 他有股份 然后那个宾馆 现在又买了两块地皮 他起楼 起楼房盖宾馆 自己做 这要转正行 尽管只是一个化名 但是接到举报的南宁市公安局进度支队 还是立即对这条信息进行了查证 调查反馈的结果 有一个姓农的雷霆级男子 符合举报人所说的全部条件 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 刚刚离婚不久 在大兴 重佐 南至南宁的多个商业项目中都有投资 跟不到 这个人 他不外出 他名下有几台车的 他相当于就在幕后指挥一样 他不出面 他自己的车辆 放在广东 他有几个朋友 在广东的佛山这边 梁凯健25岁 广西大新县雷平镇新贵村人 2013年6月22日下午 梁凯健在佛山被广西基督民警当街抓捕 被警方控制后的梁凯健 显得十分平静 事实上 对于警方的这次行动 梁凯健早在几个小时以前 就已经收到了信息 他那个时候他并不是躲藏 他去干嘛 他收钱去 他明着跟别人讲 快快快那边出事 咱们赶紧收钱去 要钱不要命 确实要钱不要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梁凯健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被抓了吗 不知道 在被抓以后保持沉默 是毒贩入网之后的普遍表现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所讲的话 将会成为法庭上的证据 更是源于贩毒团伙成员之间 不成文的约定 他有个常态的是 谁出事 谁都担起来 梁凯健没有想到的是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已经完全暴露在 基督民警的视线之中 尽管他一直都小心谨慎 打笔放他出门 他的习惯要要一个圈 然后再走过去 所以开出门中感觉 这帮人都是非常的狡猾 太狡猾了 本来直线走几分钟到的地方 他又要一圈 是应该这么说 他每出门都怀疑有人盯他 恰恰是这样的小心翼翼 让跟踪梁凯健的基督民警确信 他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佛山盯他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很震撼 每次毒品一到他们手上 慢的是一个礼拜快的 两天就销售完了 直流的那个毒贩 每次一要都是二三十万 有人联系梁凯健拿毒品以后 梁凯健就打电话给很有情 谁谁谁在哪个地方 要多少东西你就送过去 毒品交易是梁凯健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现金 而梁凯健日常生活的 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将这些现金尽快花掉 他是平年花 我们在对他侦查了 一个多月时间 他就买了两辆豪华轿车 那个日本原装的欧哥 越野车八十多万 他们那个心理状态 或者生活规律都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说 你放了毒回来 有的大笔的钱在那里 你被抓了之后 连都花钱的机会都没有 2013年6月22日 警方依法对梁凯健的住所 寄定了搜查 在梁凯健的临时住所 警方搜出现金三百二十万元 这些现金一部分 是他贩卖毒品获得的利益 还有一部分是没来得及 交给上家的货款 那么这些货款又是交给谁的呢 梁凯健的父亲和他的妻子 莫夺了民警搜查的过程 对于眼前的一切 他们似乎并不感到吃惊 他父母都知道他们贩毒 但是因为可能一个小孩大了 管不了 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那里 像梁凯健的 停不住手 收不住脚 梁凯健的父母之前 一直住在广西的老家雷平镇 就在一个月以前 他们才刚刚来到佛山 而之所以来到广东 是想和一个因贩毒 而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 见上一面 那个人是梁凯健的弟弟 把梁凯健父母送到佛山的 是一辆车牌号为 贵ANU163的雷克萨斯轿车 而正是这辆车的出现 让更多的案情逐渐清晰 这个人开车很飞猛 又都是好车 一部奥迪 一部雷克萨斯 他就把一辆车停在酒店那里 然后从酒店下来 另外一辆车出去 他要换着车用 他怕你跟踪 毕志强31岁 绰号阿虎 梅平镇中军村人 梁凯健的表哥 毕志强他都一个江湖浪子 放纵 生活都放纵 每日每夜 2013年6月22日清晨 正在家中睡觉的毕志强 被来自崇佐市公安局的 基督民警抓捕 在毕志强的家里 民警搜出人民币现金 142万元 这些钱是他在几个月内的 贩毒所得 有钱想要做些什么 好像没有怎么打算 他先要的钱再说 想赚钱 就要去冒险 毕志强进入警方视线 始于他跟表弟梁凯健的频繁接触 他每周从南宁开车去佛山 和梁凯健见面一到两次 每次都是独自一人 往返南宁啊 太密了 每个星期都会 可能两三天 去了 第二天就回来 我们跟不来的 毕志强跟梁凯健联系 用家乡图画 街面的地点 通常会选择在 人来人往的闹市区 在广东那地方 你两个车一停 互相拿个旅行带 你都不知道他干什么 毕志强应该是梁凯健的上线 这一点警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 但是这些来自境外的毒品 又是怎么到毕志强的手上呢 警方推断 在毕志强之上 应该还有一条上线 南宁至广东 路上是由警方临时检查 毕志强又是怎么能成功 避开这些盘查呢 侦察员最终发现了 毕志强顺利过关的秘密 梁志强 三十二岁 雷平镇新贵村人 梁凯健的唐叔 2013年6月22日 被警方抓捕 警方查证 梁志强正是 毕志强过关的秘密武器 梁志强 开车在田门探路 他们大概 相隔的距离 大概二三十公里 这一路在前面走 有没有警察 有没有关卡 都会抱过来 位于南宁市郊的这家酒店 是毕志强 光顾次数最多的一个落脚点 这里远离市中心 进出南宁比较方便 但这并不是毕志强 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2013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 梁志强入住了这家酒店 在简单吃过早餐之后 他开车离开酒店 在一个加油站附近 和一个男子见了面 而这个人的出现 让所有的侦察员大吃一惊 这个名字一出来 那对我们总对来说 那对这个人就非常熟悉 2013年6月 雷平镇居民林文宽 第二次进入了 广西基督民警的侦察视线 相比较两年前 他的生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在南宁买了房了 而且这个车辆 车辆又换新的车了 变成了一个萨斯 变成豪车了 豪华车了 林文宽的家 住在南宁市郊 一个叫普罗旺斯的小区 不过虽然家在这里 林文宽仍旧是 住酒店的时候多 回家的时候少 他虽然不吸毒 但是赌博很厉害 也喜欢换女朋友 换得很平凡 他看上去财大气粗 出手阔绰 几万几万块钱 他都加到零钱 15万他都把它称作零钱 调查表明 在2011年之后 林文宽曾经试图与人合作 到境外开矿 但是由于不懂经营 也不了解市场 最终血本无归 说挖了个铁矿 做亏了 两次不见了一千多万 林文宽开始频繁地 和毕之强接触 正是他赔了上千万的巨款之后 所以他想做其他的 但做其他的后来 不但赚不了钱 而且把缘 自己的一些积累 也把它赔进去了 所以他想一想 后来还是做这个 来得快 从毕之强经常住的酒店 开车不到十分钟 有一处住宅小区 这里住着林文宽的 一个远方叔叔 梁建雄 如果说有谁要赌品 比如说毕之强要赌品了 林文宽 把地点告诉马仔梁建雄 在梁建雄和毕之强 就到那个地点 去交接 交接完就分开了 毕之强每次取货 会到这里来找梁建雄 而从广东带回来的货款 他会直接交给林文宽 而每次接到货款之后 林文宽都会频繁地往来边境 去组织下一批毒品 与此同时 他也会立刻联系 他的大哥林云志 林文宽联系毒品 林云志就是运输毒品 杨建雄把货给下架 2013年6月中旬 侦察员发现 毕之强先后两次 将大量现金交给林文宽 而之后的几天 林文宽开始频繁忙返边境一带 毕之强交给林文宽 交两次钱 两次钱差不多有 800多万了 现金 那这样的就意味着 他又组织下一批的货员了 6月21日 林文宽驾驶一辆 红色马自达轿车 再次从南宁出发 去了龙州边境 凌晨时分 这辆马自达轿车 从边境返回 在一处乡间小路上 他和一个开武林面包车的人 交换了车辆 随后 林文宽驾驶那辆武林面包车 回到南宁 当时已经接到的情妇们 就上宾馆开房 那里去叫 四个小时后 红色马自达车 辗转绕京 大兴 天等 田东县等地之后 终于进入南宁 早晨六点 这辆运有毒品 103.6公斤的 红色马自达车 在进城的路口 被警方劫过 这辆车的司机 就是林云志 以林云志被抓捕为起点 博山 南宁 崇佐的 多个行动小组 也展开了抓捕行动 行动中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缴获毒资700多万元 9名犯罪嫌疑人 大多来自雷霆镇 互相之间有亲属关系 他们很多人 也有一种互相帮扶 这种感觉 我现在我贩毒 我有钱了 你这个小子 我这个老表 这个亲戚那么穷 还在那里 先探 探完 然后愿不愿意坐 那这边的话 这个对方的话 见这个贩毒的 这个嫌疑人 包括他的亲戚 这边人在报复 生活又过得好 晚上爱怎么花钱都花钱 爱怎么喝酒都喝酒 那他也羡慕 那这样子 他就跟进去了 所以这个家族贩毒 就是一个一个接着 一个一个都拿拢进来的 和哥哥林云志落网后 表现出的绝望不同 弟弟林云宽 则显得非常平静 那天晚上 胸头到尾 很不对劲 正好笑笑 当天晚上 我那部车要不要上个牌 我就想 打电话给我哥 利用我哥 帮忙开车一下 就舒适了 你是从你哥 事件不知情吗 是啊 虽然林云宽声称 是自己利用了哥哥 林云志也表示 之前完全不知情 但是据警方 能够查证的事实 林云志 仅在2012年10月 到2013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 就曾多次 为弟弟林云宽 从边境 向南宁运送毒品 事实摆在这个地方 就你哥 开车辣的毒品 你怎么讲 你讲不过去 摆在这个地方 我们 作为这个 正常员来说 作为公安员 感觉确实很悲哀 作为他的父母 会想到 你一辈子就养了 这么两个儿子 全部砸在里边 两个儿子 同时因贩毒 而被抓捕的消息 让已经年余六旬的父母 感到无法接受 母亲因此病倒在床 原本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也瞬间失去了平静 有什么想跟小儿子说的 说的 现在两个老人家 可怜 我做出这么傻的事情来 希望我坦白公款 接受法律的审判处理 平时奉 会过问你的这些事 会过 我说 最近帮老板保货 保走失货之类的 一天得点抗路费 其他各方面 我就这样解释了 他懂不懂 那我就不知道了 钱来得那么快 赚钱那么容易赚的 但是你们都会知道 贩毒是来得比较快的 两兄弟 特别是林门宽这种人 长期不回家 但是他又有那么多钱 又没有正当的职业 特哥也是 要真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你拿来这么多钱 你去建房子 家人不明白吗 不可能不明白 虽然一直抱着 不会被发现的侥幸 但是从林门宽等人的 生活方式可以看出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担心这一天的到来 反正总是去做事的时候 闲后睡觉都不得安 心里都睡得不好觉 有时候压力挺大 经常去酒吧 喝点酒 喝酒的喝酒 赌钱的赌钱 CK粉的CK粉 就是今天能用 用一天都会来 我们有些赌方 我们会来 我们审讯的时候 有问题的钱回来 你不激账或什么 没有啊 我们不懂得什么时候 会被砍头的 没出事之前 我也想过 就不要干了 觉得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到了 几次想抽身不再贩毒 但每次都能找到 再做一次的理由 太多原因了 第一还是 赌钱赌数啊 赌数的钱 就没钱了 想去赚的钱 后面就是朋友 外面的朋友 多时都打电话 自己就 在连续越南的各方面 自己就心愿起来了 为了也是 想异性的人 为了不被发现 他不惜把家族成员 拉下水 为的是 能够在犯罪的道路上 彼此信任 互相扶持 你家族是贩毒 他都是一些亲戚啊 相对来说 他不会被 不让外界人 懂得他们这个 贩毒的这个情况 林文宽等人落网之后 举报线索 最初提到的阿石 成为侦察员 试图解开的 另一个悬念 没有证据表明 他和这起案件 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 他和本案的 多个犯罪嫌疑人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到底是谁 他会不会是 又一个隐藏的林文宽 现在没有答案 但或许 这将是另一次 侦察的起点 打着亲情的旗号 却做着 亵渎亲情的勾当 直到落网 毒贩才会因此感到 羞耻和痛心 那么田桂云呢 他是不是也把弟弟 牵扯进了 欧害奇娜的结果 我真没对奇娜怎么样 请你们一定相信我 你陆续地 往一个陌生账户里 打了那么多钱 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办法 我只有一个弟弟 不能不管 田桂云承认 他以各种名义 向奇娜骗取了数百万元 帮弟弟还债 田桂云十多岁的时候 父母双亡 弟弟是他一手带大的 这两年 弟弟参与了境外集团 开设的网络赌博 欠下了大笔债务 田桂云情急之下 开始了行骗声揚 其实 从奇娜那儿拿的钱越多 我就欲心慌 可是 我绝对没有害人的胆量 田桂云坚决否认 对奇娜行凶 而从公司内外的 监控视频中 警方也没有发现 在事发当晚 他来过这里 也就是说 出现在奇娜办公桌上的 那张字条 不是他发的 田桂云作为凶手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 那么 奇娜现在在哪儿 究竟 是生 是死 齐总 你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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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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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